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表诚意愿出一千四求让 恳请尽快恢复 自由神 怎么等了这么久还不恢复 起床了 我们约了十二点去运输署 办你驾照的事 我只请了半天假 下午午要上班了 你起不起来 好 好 起来起来 有个自由神说想买你的小词人 出价一千四 买什么词人呢 我没说卖词人呢 这儿写着 灯旁边那个不就是那对小词人 景乔好像也有这对小词人 这对小词人是限量版 在加拿大买的 那一定是了 我记得景乔跟我说过 他说他跟他老公 去加拿大旅行的时候 浩文下飞机第一天 就说很喜欢 男人喜欢这么有意思 他的品味还挺特别的 特别就不会跟其他男人一样 那么花心了 这个魔术师会不会嫌我出价低 不理我呢 我不相信有人不喜欢钱 小叔 走吧 这个自由神真是神经病啊 你没回复他说漫不外 他就用钱吸引你 加到两千一 看来他是志在必得 把价钱提高点五千 不会吧 有没有人这么疯啊 用几千块钱 买几百块钱的小词人 也许他不在乎钱了 钱再多也没有用啊 那个词人我您送给周易了 景乔 我们要去工厂看模子了 你能走了吗 我可以走了 我去拿手机 明姑娘和明嫂要开会 晚点回来 那你做饭 你是不是不吃啊 不是 我想告诉你 我很饿 我想吃两碗饭 疯了 七百变五千 你当我凯子啊 怎么 今天煮什么汤啊 水鱼汤好不好 玉米红萝卜 好 光看不帮忙 别站在这儿碍事 那火气这么大 君子不立威强之下 我不妨碍你了 五千 你疯了 成人之威并不是君子所为 为什么你不成人之美 一口价三千 还不死心啊 诚意欠缝 交易拉倒 此人乃非卖品 请勿再问价 现在才说不卖 玩啊 做猪肉还是做砧板呢 你要进来干什么 我进来倒杯水呀 别发火 别烦 我不发意 嫌我烦是不是 好 就跟你玩 牛煎旺 金肉仁 老大 我看中你的词仁 一千块买它 真是 寿田没人耕 耕开了有人争呢 说了是非卖品 请勿问价 你真不让得罪我有什么后果 最后机会 一千五 你杀了我也没用啊 老大 是不是我二小子 魔术是又怎么样 你会变走我吗 我随时能让你人间蒸发 我的鱼 你在出言恐吓 我就向版主投诉 封杀你 事故老人 有话慢慢说 不用生气 只不过是个雌人而已 万般带步走身外物 何不赠予有心人 有多个老伯大善 这些人真无聊 大家不要再问了 这个词仁根本不属于我 我不会再回应任何问题 什么事啊 我想杀人呐 我还做饭吗 不用闹出人命吧 你别管我 别挡着我 我要回去换衣服 别动我东西啊 你别挡着我 搞什么呀 事故老人 尤奸望金肉仁 脸子程神也是你 喝豆浆好养盐呢 现在啊 有你老板包你伙食 每天都有好汤喝 就够养盐的了 给你倒杯水 他弟弟是不是回来了 你怎么知道 他名字叫明世安 在加拿大那边呢 是个绞刑医生 为什么吵他的底 我老板英太太呢 很想招了明医生 来我们公司做顾问医生 我就每天打给他 他不听我电话 原来你今天不是来看我的 这位就是明姑娘的弟弟 明世安 明医生您好 蓝小姐您好 你叫我静灵就行了 景乔说 你有些关于绞刑的事 想问我是不是 我是天工美容的营业经理 其实我之前 打过很多次电话给你了 是 我很怕那些销售电话 通常来历不明的电话 我都不接听 我也明白 这个Open Kitchen呢 做菜的时候会不会很大油烟 臭油烟剂够利不就行了 明医生啊 英太太你应该认识的 她是我们的老板娘 你这里用墙纸 香港天气这么潮湿 会不会很容易发霉 出事剂够利就行了 其实我们知道明医生呢 你回流回来香港发展 所以我们很希望有机会 跟你一起合作 这个客厅很实用啊 睡房不知道够不够大 喂 你也不问我 究竟我睡房这么没礼貌 OK啊 房间很整齐啊 你一定是那种请朋友来 就会收拾好房间的女主人 明医生啊 其实呢 我们办公室在中环呢 这里能看到日落这么好啊 我那边看不见呢 这还用说 我每天都能对着一个 很大的闲胆黄 你没这福气 明医生 这样吧 我们找个地方 坐下来慢慢说啊 好啊 很好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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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走吧 是不是 不介意我光顾你的厕所吧 喂 不介意 不介意 走两步路 就能上你自己家的厕所了 也许明医生真的很急呢 我唯一能接受的 就是他的前列现有问题 不要这样啊 喂 有没有人跟你说 你这面镜子 跟这个厕所很不搭配啊 背壳也不好看 手工也不好 有没有人告诉你 你上厕所这么久 要看医生的 你不是上大号吧 你回你自己家里上厕所了 对不起 怎么了 怎么了 我刚才呢 不小心弄掉了浴袍 那么正好地上有滩水 这件浴袍好好的挂在那里 怎么会掉在地上呢 这件浴袍这么大 应该不是你的 你妈没教你去别人家 别乱动别人东西啊 也许明医生他真的是不小心 其实浴袍弄脏了没问题 洗干净就行了啊 明医生 这是我的名片 真是不好意思 因为呢 我顾着挂这个浴袍 不记得洗手 你没洗手就拿我的浴袍 我现在马上回去洗手 你不要喷我的门 谢谢 谢谢 樱太太 我想你联络明医生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我已经看见他了 不过还没有时间坐下来慢慢谈 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总之我一定要请他 我会尽力了 你有没有听我说话 我说一定要啊 想骂就骂吧 算了 那家伙让我赶走了 你怎么跟你老板娘交代 再说吧 我是代表蓝锦铃 约你去天宫美容谈合作的可能 是这样啊 天宫美容那是香港一间很有 老实说 我不想浪费你时间 你年纪也不小了 应该没太多时间可以浪费的 虽然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关心我 但是我想以我目前的情况 我不急着用钱 而且我想再看看 我能不能有更好的选择 你不急着用钱 不知道包不包括 因为你助你姐姐 吃你姐姐 用你姐姐的 我真的很喜欢跟你聊天 聊天 那打架用你的话来说是什么 肢体接触 原来你会笑的 我不想再跟你兜圈子 好 那你现在是求我 接受你朋友代表天宫美容的凹法 你不要这么得脸 仗着你跟鹰太太 有些不知道是什么关系 弄得她用这么高价聘你 但是你既然用这样的手段 也就是你很想做这份工作了 有了启程转合 细节内容也有了 好像我不承认也不行了 是不是 献上你的咖啡 谢谢 一包 五分之四包 一句话 你愿不愿意去巅宫见静灵 见她也可以 你答应我一件事 让我求磨缠跪 免问 让呢 让什么 糖还是咖啡 让你的房子给我 我这个人很简单 我最喜欢看日落 这么巧你的睡房正对着 如果你肯把房子让给我 或者是我们对调的话 我一定投桃报李 跟你的朋友合作 我情愿赔六十万订金 给人家都不卖房子 你让我跟你换 这辈子也别指望 少做梦 查过了 天宫美容的确不错 规模很好 景乔也跟我说过 她朋友静灵呢 是那家公司的经理 他们老板娘英太太 很欣赏施安 她想请施安 去做他们的首席 顾问医生 但是偏偏施安 要玩怂气 为了看到日落 拿自己的前途来交换 不就是让你这个姐姐 给宠坏了 她也没有什么 让我们特别迁就她的 其实她很有分寸了 你看她 她知道先回香港 考了一个香港职业资格士 可以在香港行医 就这一点呢 已经知道她这个人呢 做什么都很有计划 其实我们真的不用担心她 她要是成熟的话呀 那她凭什么认为 人家会把房子让给她 可能她真是 对生活有一种坚持吧 我煮咖啡 你们喝不喝 喂 你还没吃东西 又喝咖啡 帮你装修的女生 好像几天都没来了 我叫她停工的 我看不到日落呢 我想我也住不长了 不用花钱 花时间装修了 是安 你在加拿大的房子呢 是两百六十度环回景 看完日出就看日落 可惜姐姐钱不够 要不然我在香港 也给你买一间这样的房子 让你住得舒舒服服 不用现在想的 想得心事重重的 我逃不想了 那我尽管跟她说 但是我不保证能谈得成的 在她的心目中 你是忠的 她一定敢听你说的 我觉得我好像上了圈套 如果你过来是想劝我换房子的话 你可以回去了 大家兄弟 你不是这么看我吧 想跟你借个厕所用不用 喂 你们叔叔侄俩 怎么都这么喜欢用别人的厕所 你量什么 你说是不是不像话 八千都快买个意大利马桶回来 然后去叫人停止装修 放在客厅里面 难道当凳子座啊 钱不是这么花的 真是个败家子 你也说她不像话吧 可不是 其实你这个厕所呢 比她那边小十几尺 她也不知道发什么疯 要跟你换房子 她那边的厕所 比我这边的厕所大吗 为了看这个咸蛋黄 宁愿大房子换小房子 这不叫任性 叫愚蠢 以我所知 B座比我这边西座大了 最多不超过三十来尺 这里这么热 你没开空调 开了 不是啊 我还是觉得很热呀 西罩啊 开了等于没开 我觉得凉快 以前外婆在B座住的时候啊 我走过去 不用开空调也有风吹进来 那边的方向是好一点 只不知你C座这边啊 如果开足空调的话 每个月的电费是B座的双倍啊 二楼三楼的B西座都成交了 两次都是B座贵几十万啊 打三十多尺多卖几十万 你不信看看 四楼B西座同月都有成交 B座就比C座 哇 贵五十二万啊 是啊 不看不知道价钱 我知道你不知道价钱 所以过来说一声 你不跟他说跟我说 别说我说真心话 阿欣啊真是太宠释安了 这么大的人 为了看这个贤淡黄 亏几十万 我真提到心疼啊 还不如偏一兄弟 但是一换房子 怎么也要买些家具 要花钱呢 哪用你买呀 算了他的账上不就行了 再让他换厕所 厨房 地板 天花板 一条龙服务 狠狠狠地给他个教训 哦 换新的橱柜 厕所 翻新墙壁 还有天花 全加起来二十万吧 哇 这么贵啊 师父算得最实惠了 是啊 是啊 你找遍全行也没人比我便宜 如果我说有呢 不会吧 那上一手的邱先生呢 帮我维修过 刷过油漆 换过铝窗 补过一些漏水的地方 它有水电牌的 装修也不错 手工也好 那现在第二次 怎么会这么贵啊 现在景小姐 她说要用墙纸嘛 还要装修厨房 厕所 工程很大的嘛 就是全哥啊 你跟景小姐很熟啊 你不是暗示我串通全哥敲诈你吧 我做装修几十年了 我不干这种缺德的事情 景小姐 你谈好了再找我吧 明师啊 你想反悔你就直说 我要不是看在明师的份上 我还懒得烦呢 不行就算了 那嫌贵也换一件 那反正也是我给钱 我是不是有权选择一个 我信任的师父 选一个肯帮你省钱的师父 你别这么说 那这样吧 你可以直接跟他沟通 我保证 他完全照你的要求 这样可以了吧 这 这也很公道啊 真的能倒模一样地做出来 可以 不过呢 B座这房子的隔间 比西座那边好 所以呢 你的沙发 本来是放在这里的吗 这样摆放呢 会宽敞很多的 但是要弄这么多 岂不是要买很多家具 Simon呢 他照这个设计呢 定了不少家具 他现在要住隔壁 反而用不着了 我试试帮你说说 叫他给你啊 他喜欢的那些 全都是欧洲家具 是啊 全都是我帮他选的 那你的眼光我相信 那天他说要用他自己认识的人 我多怕你帮着他 说到底 我也只是想多做一笔生意 明白 这份是报价单 我跟景小姐说二十万 你真没猜错 他真的想把西座 原原稳稳地都搬到B座 女人的想法就这么简单 那我听你的话 连片带红打消他的念头 我保证呢 装修后的B座 没有一处像西座 你办事我放心 谢谢 你为什么不想他倒模C座呢 跟他换房子 就是不想让他触景伤情 生活在过去里 你出钱又出计 做这么多事 为什么呢 你会不会见死不救 景小姐她想死吗 问题就是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所以我才出手帮他 亏几十万 帮一个自己 不知道自己有问题的人 你觉得花十万二十万 削尖你的脸很值得 我就觉得呢 花几十万 也许能帮一个人 改变他未来的生活 也是很值得 而且我真的很喜欢看日落吧 好 怎么样 阿新 你真是太本事了 最重要你喜欢 你住得舒服呢 我就放心了 又大了又漂亮 大人舒服了 哎 哎 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幅名画去年拍卖的时候 以五十万成交 值不值得呢 见仁见智 你问我 我就觉得 我这个窗户 这个实景 三十万很值 明昏常万变 高低难与算 活着难与擦天降与点 风波尚与见 但若能落天 在面前亦经得以扭转 未了解 怎么抱落 观心在喝 参加半杯水的浙漠 便会多 若失去缺义看待杯 葬水半杯满万事 半空 明昏能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